好 其实我看了第一期的Innotes 我觉得很受感动 尤其是你们第一期谈的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票房 对于艺术家跟艺术行政来说 票房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 作品都做好了 或是我正在发想 可是我票就是漫不出去 凯夕有很多这种经验 这也是杂志里面要跟我们分享的 对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都是作品要好 你才有可能第一批观众 也就是你的核心观众 它可以帮你传递 对 那我觉得不管卖什么都是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去年为什么想说 第一期用这个切入 是大家最迫切的一个难题 而且其实台湾的 尤其是台北 每一年的秋冬都是 在表演艺术界 是就是写的战场 没错 就是非常的 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对 那其实台湾 尤其是台北 已经越来越像国际大都会的一个消费形态 跟生活形态 所以大家已经不太能够掌控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三个月前 四个月前买的票 到现在到真的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出差 我要做什么 我家里有事情 你就会对一般观众来说 他就会很难出手 就很难把票出掉 转手 所以他就会避免他去购买的行为 比如说演出快到了 演出前一周 前两周我才跑去买票 可是那对艺术家来说 这个艺术家是噩梦 对 是真的是噩梦 这是痛苦万分 没错 没错 其实凯西之前有很丰富的卖票经验 尤其是比如说一场一千多人 然后你要卖掉好多场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们当初卖票的经验吗 我想这次很多艺术行政人好想听 我想艺术家一定也很好奇 我觉得台湾其实就像小光说的 台湾是一个很讲求就是 我觉得是大家彼此的一个关系 人际之间的 对 的那种感受 像以前我们在跑中南部的时候 其实最明显 因为大家都说台湾从北到南 那个热情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 对 其实这是史华 越往南走 越热 对 越热 对 然后台北基本上是资讯大爆炸 是 所以大家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判断性 但是越往南走 越飞都会行的 大家基本上是靠亲朋好友 然后就很怕 也会很担心 其实在台北也会啦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会很担心自己出门这件事情 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去参与活动 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伴没有安全感 那所以通常都要呼朋礼拜 对 所以当我们到中南部的时候 你很明显要去搬碗 对 你基本上要找到意见领袖 是 跟社群的领袖 对 那培养感情 人说见面三分情 没错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下去拜码头啊 对 就是到了要卖票的时候就拖个小皮箱 到南部去住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是 我有一次那个听那个子风车剧团的团照 是 然后也是 他也是 因为他们走三英九乡嘛 没错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 那你的这个 你怎么去 平常在做什么 对 他说他其实他行政他们也在管 对 他专门就是三英九乡的里长 乡长 他每天都跟他们去喝酒 是 每天就去吃饭 吃饭 然后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帮他 然后就是他们去帮他 找人来看戏 对 尤其是团长 直风车 其实每个人酒量都很差 然后喝到差不多 很有诚意很有诚意的时候 就会 兄弟你可以帮我吗 对 是这样的 其实在乡镇来做 其实真的是要这样子很踏房 要非常的就是深入民间 那这个是在那个台湾 有这样子的独特的文化 没错 而且其实在Flying V的平台上面 像这样子的艺术文化表演的 类别很多 也有很多是有公益性质 或是这些公益性质 也带着艺术文化的层面的 这样子的一些case 像我们去年就看到 看见台湾 非常棒的一个纪录片 他导演很可爱 他选择要上的时候 他是要 他希望大家一起看到 是 所以Flying V也帮他圆了一个梦 对不对 其实在这部片 他们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来找我们 就是透过那个他们发行公司 实际上这部片 去年他们5月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因为他们的资金已经花了9000多万 然后预估票房一直 因为纪录片在台湾 一直都不是主流片 是 然后所以他们预估票 大家很着急 戏做好了 票要卖给谁 好紧张 对 其实有点类似 心情是一样的 然后只是说 我觉得也很好玩 就是他们来找我们 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没有行销欲 所以看你们来找我们募点钱 来做点行销 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看过片花 就是他整个氛围很好 然后我们其实也蛮投入的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讨论出来 一个手印会的形式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把规格直接拉大一点 对 就是在自由广场去做一个 3000人的手印会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做不做得到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说 如果你们愿意一起做 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们就听你讲 就试试看 然后结果后来没想到 就还真的在一个月之内 募到200多万 然后也真的如愿地把这个办起来 而且效果很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不妨把梦做大一点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 那个圆梦的现场 到底晚上发生什么事 超过3000人齐聚自由广场 参加看见台湾的露天手印会 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像鸟一样 像一片云一样的高度 去认真的去观察台湾 这样一天的环境底下 特别能够感觉到 祈祷对于台湾这块土地 这个空气这个氛围的热爱 我觉得特别看观影的感觉 会很不一样 导演齐柏林花了五年 超过9000万台币 4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记录台湾的美丽与哀愁 并请来吴念珍帮忙配旁白 齐柏林想让大家一起看见台湾 在网路募资平台FLY IN V上 号召大家一起圆梦 最后募得248万 虽然离目标还差了100万 但仍然在广场上跟3000人一起圆了梦想 这部电影呢 我认为拍完以后 它是属于全台湾人民的一部电影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广大的群众 可以一起跟我们来看见台湾 不管有没有支持这个电影 或者是站在这个场外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见台湾 千人齐聚在广场上看电影 齐柏林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看见台湾 所以其实看见台湾真的如愿 她在广场上跟大家一起看见台湾 凯西也很快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IN note在网路上 两天就募到了目标资金 然后我们门槛很低 我们门槛很低 我们IN low 但是其实速度也算是快的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网路上继续募资 你只要一赞助了 其实你就是这个project的一份子 对 那你这个一份子其实 这个你会怎么讲 余有容颜 对 因为它成功其实你也余有容颜 没错